高麗菜卷子 歡迎來到台灣媳婦 在美國的無肉廚房 今天我要做的是 高麗菜卷子 準備的材料有 麵粉、水、紅蘿蔔 高麗菜、豆腐、木耳 還有鹽 將麵粉 鹽 倒入大碗中 稍微拌一下 加入水 用手搓成團 大概這樣子揉成團 雖然不漂亮 沒關係,讓它休息一下 再來繼續揉 麵團休息的時間 可以先來切菜 把豆腐切成小丁 高麗菜切成小丁 紅蘿蔔跟木耳切成細絲 高麗菜加一些鹽 讓它出水 讓它休息一下 鍋內放油 把豆腐放下來煎 鍋內放油 然後就要把它切成小丁 在澆水 炒到紅蘿蔔 和木耳切成小丁 和木耳切成小丁 炒到紅蘿蔔有一點點軟 就可以熄火備用了 高丽菜挤水 把炒好的豆腐放进来 加胡椒粉 盐 拌均匀 把面团分成四份 面团经过休息变得非常的柔软 那我们就把它拉大 再擀开 尽量擀得越薄越好 皮擀平以后 把馅放上来 把它卷起来 会卷结实一点点 这边稍微收一下 头尾压扁 取一个蒸笼架 抹上少许油 把卷子放上来 煮一锅热水 把蒸替放进来 盖上盖子 蒸30分钟 热腾腾出炉了 蒸好以后呢 直接把它给倒出来 等凉再来切 好 拿一个起来看 可以看到它的层次非常的好 那希望大家跟我一起 简单做菜 轻松开饭 健康无负担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